另外随着疫情逐渐的趋缓 也有许多人的首选 就是要来到花东地区大口深呼吸 因此吉安乡公所特别打造观光产业链 推动摆脱疫情阴霾的山海巡礼 积极地向交通部观光局 争取到缤纷吉安要动之乡 还乡油气景观的修缮计划 获得总经费1200万元 将建构公共服务设施 来提升舒适友善的旅游环境 吉安乡长游淑珍6号上午 在文官所长韦正一 建设客长吴应喻的陪同下 前往风陵步道视察修缮完工的情况 乡长游淑珍感谢中央挹注经费 及县政府的支持 透过工程重新修缮 乡内的多处步道及油漆设施 此外还特别编列每年200万元 开启长达35公里的步道管养工作 串联山还体验 打造与自然生态相互呼应的休闲环境 缤纷吉安月洞之乡 谢谢我们交通部观光局 给我们挹注了1200万的经费 让我们在整个吉安的四个步道 日光步道 风陵步道 以及我们向阳的这个部分 都完全的来作为一个火化整治 甚至于对于我们老旧的建筑 或者是已经即将影响到 我们安全的一个木栈道 整个的景观平台完全来修复 跟整建完成 这样的一个建构 除了提供给我们在地的乡亲 有一个更好休闲的环境以外 也是在我们退休安养 跟我们所有周边的乡亲好朋友们的高期待 我相信这样的环境 适合大家一起来共同的探索 跟我们来作为一个进行旅游分享 吉安乡公所不仅积极争取相关预算 投入整建维护景观工程 也编列小额预算建构安全防护措施 加强警示标语 打造行人友善通行空间 游淑珍表示 风陵步道不仅是受到国人喜爱 居高零下俯瞰其盘石稻田 更是在每年吸引到不少国内外旅客走访 公所将会整合乡内观望资源 加强行销透过主题游程方式 将优势的景观环境推广出去 强化吉安观光的殖民度 记者许立琴吉安乡报导